这种滑梯 是否觉得这个滑梯挺有意思的 是不是觉得这个滑梯挺有意思的 这里面有很多物理的支持 这个滑梯它之所以建成这样子弯曲的 而不是一条直线下来 这是出自于最速曲线原理考虑的 所以说你看这个滑梯虽然很高 但是你滑下来中间的速度会快 最后落下来的时候又会趋于平缓 这样子也会使你更安全一点 要往去试试看 去玩一下 走 怎么样 好玩吗 是不是中间那一段感觉特别刺激 对 但是也没有很快 我刚刚跟你讲的物理原理 就是这个意思 对 顺带附赠你一个地理知识 海啸 你知道海啸的定义就是一个灾难性的海浪 通常是通过这个海底地震引起 它的波速最高的时候能达到700多公里每小时 而且你看它的这个海浪 可能在海里的时候它的高度只有一米 但是到达岸边之后就能有数十米 所以对海边的城市威胁是非常大的 什么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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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几哥快点 我们要被海啸淹没了 我不会 我们已经跑赢海啸了 我来试试这个 你把你的两只手放在这个花盆上面 看屏幕 好神奇啊 这是热电传感技术 你掌心的温度碰到这个花盆 上面的热电传感器就会把这个温度的变化 转换成电量的变化 从而触发这个屏幕播放 你看这个 花盆盛开引碟自来 其实也跟物理有关 好神奇 哥哥给你个建议丧志 我知道你现在可能有一些自己的喜好 但是尽量还是不要片刻 要好好学习 因为可能你以后的梦想 你以后想做的事 都会需要通过学习来实现 哥哥 我觉得你在我这个年纪的时候 应该很叛逆 为什么 因为你玩游戏 玩游戏就叛逆 我们老是说不能玩游戏 哥哥像你这么大的时候 你一个星期就算只能玩一个小时的游戏 都会特别开心 那个时候 可以通过玩游戏 让我从负面的现实生活中 跑离出来 休息一会 那 那游戏 也还不错 所以 你觉得游戏可以带给你快乐和安慰 对吗 是啊 你不觉得游戏可以让人很放松 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梦想着 要创造出一款我自己的游戏 然后把这些快乐传递给更多的人 我会好好学的 然后找到我自己的梦想 但是哥哥你也要努力 因为我觉得 你很快就能实现你的梦想了 这么相信我啊 那我们一起加油 一起努力 好 好 为什么我会这样 一直期待一个人的出现 沈沈 你给我们描述一下这个男的 长得帅 成就好 就很有魅力 又帅又有魅力 我感觉 他也有一点喜欢我吧 我很喜欢 你太幸福了 不是所有人的暗恋 都是双脚不能做的 但是他的家庭你了解吗 你知不知道 他怕吃个杀人犯 邓家许 你们家目前这个情况 那还不如分了比较好 你追谁不行你追我妹 你有没有点了解 对不起小妹 为什么要打她 我为什么不能打她 就因为我喜欢她 就因为我喜欢她 所以段嘉许她做错了什么 我是不是真的名字大 为什么我妈妈都没了 只要有我丧志在 我不会再让任何人欺负段嘉许 你能不能相信你自己真的很好 你能不能永远跟我在一起 我才发现 我从来不是独自奔跑 她也在努力地奔向我 你不是说过吗 所有不好的事情过去了之后 剩下来的就都是好事情 所以 准备好了吗 我有一个秘密 有我有个 好喜欢的人 谁啊 我不能说 哥 丧志 这是我第二次 这么近距离地见到她 见到小丧志 她也很高兴 你怎么也不喊人呢 哥哥好 哥哥好什么 哦 哥哥好帅啊 你不要脸啊 她很好 别晒伤了她 慢点 但她好像对谁都很好 她是个什么样的人 是哥 是哥哥好帅啊 是哥哥好帅啊 可能在她心里 我们不会有除了兄妹以外的关系 那就是 因为时间真的有魔法 在哪儿 拉进了我们的高度和距离 你 我的梦想 断 加 虚 希望有人可以陪他 希望 那个人说